柚子的季節來了 網路出現好多教學 怎麼快速剝果肉 先去頭去尾 削皮從中間剖開 變柚子剝片後 旁邊再劃一刀 柚子攤平手一推 很快能取出果肉 真的這麼厲害嗎 實際找到高參大 國際競賽選手試一試 一樣去頭尾 剖半 側邊劃一刀用大拇指推 不用多久的時間 整顆柚子果肉就全部剝完 它的皮膜可以卡在柚子皮的上面 就不用再多撕皮的動作 的確跟傳統方式比起來 快速剝柚法不用撕磨 這樣果肉就不會苦 師傅也分享柚子中的果皮剝法 刀子先劃開柚子皮 然後再推進去 然後兩隻手同時向外轉 快速的剝柚法還有哪招 來到水果行 員工說快速取肉方法 就是這一把 已經用得變薄片的小刀 實際測試一顆柚子 從劃刀去皮 取下正片果肉裝盤 大概也兩分半就能剝好一顆 要刀子薄的要剝柚子 比較好剝 剝好的柚子賣得很好 這把專用刀從完整用到變薄片 也只要短短幾個月 看得出來每天要剝的數量多大 而水果行也教大家怎麼挑柚子 就是挑那個比較黃的 它會熟 會甜 果皮越黃代表越甜 要是買到綠的就能久放 學到挑柚子的秘訣 再加上快速剝柚子方法 這個中秋變成達人 甜美柚子撥起來 參選張哲人 鼓仙